That's our target His buddies out there is Nah he ain't leaving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第153期兴趣时刻分析预告片的假装看过 拴了一下今年的投稿记录 猛然发现 自从春节当过了之后 一整年都没有碰过广场片了 所以说为了庆祝大陆地区蝉联全球的票房冠军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广场片 由国师张艺谋与女儿张默联合指导的狙击手 手指预告 这片子其实去年我在做街如盘石的预告分析的时候就提到过 当时我还是在感叹 张脑都这么大岁数来 真是高产啊 反正妇女联合指导这玩意儿吧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之前 新闻上有人给自己家孩子挂名发核心期刊似的 就刷点力呗 你就说这玩意儿有用吧 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要说没用吧 我也确实见过身边有人找人代发论文实现了保研 然后几天之后又被母校反聘回族教授的 这个 你觉得 是吧 行了 题外话差不多就说到这里 我们还来看这个预告片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冷枪冷炮运动中 大概的战术就是说通过侦察兵和狙击手 对于敌方的战略目标和永生力量 通过狙击或者是炮击的方式进行摧毁 上来第一段是背着一块铁板的陈兵阳 在联合国军的狙击手的攻击下去捞战友 这么一个情节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为师打员的战法了 狙击手他不把敌人打死而是流一口气 等他叫来增援或者是战友过来救援的时候 再去袭击他的战友 这个在好多关于狙击题材电影里面都有 之前好像在战狼里面他也出现过 我虽然说没有上过战场吧 但是跟朋友玩吃鸡的时候也没少因为这个送过快递 我们看到志愿军这边的方案 是小胖把这个铁皮板子绑在背后 剩下三个战士在掩体后面拉着这个绳子 影响的情况是小胖在铁板的掩护下 走到了受伤的战友边上 用绳子绑好之后再由掩体后面的战友 一路拖拽回到掩体里面 但可惜这只是一个理想的激光 后面的几画面中联合国军的狙击手 先是打断了绑着铁板的绳子 然后又打碎了小胖扶住铁板的手 最后杀害了这个小胖 接下来是我方战士的换完音 这个听说应该是张宇吧 说对方还不知道亮亮的身份 这个亮亮就是刚才联合国军为师打员其中一个师 他这个身份的物外乎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他本身的身份比较特殊 高级军官 军官子弟什么的 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后面这里 联合国军方面锁定目标时拿的报纸 上面写着随着停战会栏的接近 中国死神完败联合国军 我方的这个主力军手 应该就是被单独截取出来这个张宇了 真不是我挑张英宝打眼字了 但是神奇的是 这个时候双方明明还在打仗呢 为什么敌方的报纸上 就能印出我方狙击手的照片呢 那不考虑这一点的情况下呢 这篇的剧情啊现在倒是好猜了 应该说就是为了回击我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啊 联合国军方面呢 专门派出了狙击高手来进行遏制 这个亮亮的身份的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照片上张宇的这个战友 但是这有什么好隐瞒呢 那毕竟都上报纸了 搞不懂吧 后面的画面呢 那基本上就是双方的一个对决过程能不能太齐了 因为我方有战士中枪呢 所以说战术上肯定是出于被动的 由于失血和气温以及双方援军的这个火力对比这些条件啊 我方肯定还是存在一个概念中的这么一个倒计时的 这就是剧作故事模式中经典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了 然后字幕提到说战术对战力的较量 战术肯定指的就是我方了 我们都知道啊 由于种种的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呢 志愿军的物资并不是很给力 那就只能依靠灵活多变的战术 比如说后面出现的各种走位 诱导 鞋上绑马勺之类的 那战力嘛肯定说的就是联合国军了 又是机枪扫射又是大炮洗地的 我看这个预告发出来之后啊 有网友评论说 里面大家打狙击战呢 还要大喊大叫的不合理 其实这也能解释得通啊 你要是像濒临城下里面 邱德洛打的那种隐蔽式的对决 那肯定是最好别出声 而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呢 我们的位置早就已经暴露了 这时候喊一喊他也能鼓舞一下复伤的战友嘛 这个时候你要真的豁得出去 看着战友死在那一声不吭 然后就是为了蹲对方的拘手呢 他还是有理论上的可能 但这也不是人干的事啊 那相比之下呢 我觉得更不合理的一点啊 真不是我跳张艺某导演的字啊 但是为啥张雨他们胡子上都上双了 说话还是没有哈气呢 当然了哈气这个事你硬解释 他也是能解释得通 我东北人嘛 小时候老喜欢吐着哈气 假装自己是喷火龙 哈气这个东西啊 你能出来它主要靠的 全是你嘴里这个温度够高 经常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吐这个气不明显了 然后我就闭上嘴残残吐嘛 所以说如果你长期待在寒冷的室外 你的体温 尤其是你口腔的温度不够高的时候 理论上你就吐不出来这个明显的哈气来 或许可以作为这里的一种解释吧 你看张雨这不就吐出哈气来了嘛 然后这就是上价值了 不抛弃不放弃呢也算是士兵突击之后 军旅题材作品怎么绕都绕不出去的主题了 以上呢基本就是军手这支预告片的全部内容了 其实一般啊对于手支预告我都不怎么挑毛病的 因为一方面呢国内影视作品的这个预告片啊 本身信息密度就极低 你看我们分析什么漫威DC Netflix的片子的时候 十来分钟的内容还经常会丢东西 而预告片这个东西啊 它本身呢也是要跟着宣传节奏来走 哪有宣传方一上来就是说把自己的夹点都亮出来的 你也没看见蜘蛛家英雄乌龟首支预告就告诉大家 啊家人们我们要三猪同荒了 到时候记得来看哦 所以呢就从目前的这个预告片来看啊 这片子还算是有一些看头的啊 大可不必这么着急就开始批判 演员表上排名第三的张义这只才漏了一点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觉得战场上话多的那句台词 它就不是整场战斗中唯一的几句呢 前后多年来被各种预告片打脸的这个经验来看啊 真的都难说啊 还是我这么久以来一直强调的啊 看了成片再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假装看口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为大家有点点赞支持转发关注什么的 或者大家觉得我那时候说的不对的 也会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 发泡你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发泡你自己对于剧情的预测 另外大家有什么想看的电影电视剧的预告解析呢 以后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来告诉我 好就这样做长大脸拜拜